我们前一讲讲了一个大宇的源头 和这个云南蒙海的稻田 不过你看这个稻田在旁边 有这么多的茶树 你们想过茶这个饮料 是什么时候开始喝 就是源自哪的呢 注意看这个字的 注意这个不是茶 而是图 是把生活中 就是图毒的时候用到这个词 其实这字不仅长得像茶 还真的就是茶 这个字的骨血 怎么回事 西汉的时候 曾经记载出这个川西隆 喜欢煮苦熟月烹图喝 遇开什么了 就是一种药材一种药 姑姑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 包治百病了觉得 谁整个想 随着三国南美朝的经营 四川这种当时看似奇怪的风气 开始传遍全国 这拢南川西云南的当地乡人 称呼书月的这个辣 激如汉语 演变成这个茶的音 导致这个图 做苦药的时候读成图 做成茶叶的时候读成这个茶 后来呢 我们单独给茶这个读音 去了个恒 造了个新字 也就是现在的茶了 不过就在唐宋的时候 这茶叶也比药还难喝 那么首先要抹茶成粉末 如今日本的抹茶就有嘴儿的 他别看这当成点一瓶好吃 但你要真喝过 就知道啥是名副其实的东方树叶了 所以为了调味 唐人还要加入盐花椒等调味 也不知道啥味 这个是陕西历史博物馆 展出的唐代摩茶的器具 就是给茶调味的盐米花椒容器 也不知道于重庆火锅呢 而在唐朝的时候 对茶树的记载 还说灯高摘去 这你看 先带着茶 都是小万物 这未成年都能摘 实际上学术界普遍认为 茶树的原始类型其实就是川西 到云南一带遗族地区 横冠山脉上生长的一种古老桥木 你看这个就是云南蒙海的古茶树 就和之前的茶叶起源队上了 随着宋朝之后 这饮茶之风日盛 像是海外对茶叶出现的大量的兴趣 经济的小灌木的茶叶高产 是吧 在东南沿海就兴起了 这闽南化的茶叶D 就随着荷兰人在福台的贸易 也直接带给了英国 法国等也成为了西欧语言中 茶这个DAT等的词源 而上面的茶叶西传 主要是通过路上四处的路 以及广州港经中东专售的 无论北方还是广州的这个茶 都是古中原关化的Chai 所以这阿拉伯语 土耳其语 俄语言语言 这茶都是Chai这样的发音 顺便说一下 那些说古汉语没有卷入 半瓶醋 也可以在这休息一会儿了 好玩的是 随着英国与中国喝茶爱凶 他们终于在自己这里的印度 在东部靠近缅甸云南的 阿萨姆地区 找到了茶叶种植的土壤 颇有一种海外游子归故里的感觉 原产东南的大米 最后在西南和东北 为择户上的中文品牌 而原产云南的茶双 却种植于东南印度 最后远销全世界 这世界的交流 可远比在山沟门闭门造车 要有趣的多